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什麼叫做網絡協同 說網絡協同想說一個最經典的例子 阿里巴巴創造了一個節日 叫做江棍節 即是四條一 11月11日 就變成一個全國的購脈節 其實在2012年 他已經很厲害一天創造到200億人民幣的交易額 相當於大概30億美金 但是在2019年已經是去到384億美金 即是比之前多了10倍又多 即是差不多2000多億人民幣 但是在2014年 有2億7800萬件的包裹要處理 是有一件 是不用一個星期 以及17日之內 就可以送到目的地 那時候在這樣的物流的配套之下 已經做到這樣 今時今日 2016年 一億件包裹 是用三天半時間 就已經可以送到 給那些賣家 如果2020年 我想應該不用兩天 就可以把一億件包裹 運得到 建議那麽大量的增加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應付得到 就不是以前我們說的一個 叫做善性架構 就是可以統籌得到 因為在善性架構裡面 在那個 那個 指令 就是一些所謂一級 去一級的 循序式的指令 這樣東西 是沒有可能 又可以做到一個 那麽急速的快捷 即是等於阿里巴巴 如果他不想用傳統的油證 他沒有可能自己開一間油證公司 或者速遞公司 去滿足整個 麥樓業 但是 他們只 製造到一個 標準的網絡工具 以及機制 放在平台裡面 放在服務平台裡面 各個服務商 Service Provider 就可以各自走位 成為 一個叫做 協同型的網絡 Coordinated Network 令到那個 那個效率 是比善性架構 是厲害很多 接下來 全世界 大部份的平台網絡 或者是一些叫做新經濟 都會是依靠這些叫做網絡協同 去做一個發展 這件事是不需要我們自己預先去設計 只不過我們定了一些標準 和做一個玩法的時候 如果那些服務者 即是那些服務者 在那裏賺到錢的時候 他們自己就會 會走位 去 創造一些 服務商 創造一些 他們自己的規範 創造到他們的 硬件 去為這個市場服務 所以這個 叫做線性 架構 去到這個網絡架構 會是一個新的智慧型的模式 今天想說那個 網絡模式 就是講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 拜拜